小蕾蜜 我們的好吃的蠟魚 蠟魚也不去 留在家叫外賣 我們今天的外賣到了 聞起來也很香 這個也很甜 好有氣氛 最吸引的是這箱東西 很棒 後面這個也很棒的 芝白酒 嘩好吸引 因為我們沒有去那些大不大桌 會拖著吃的 這個很懷念他們的燒蝦 嘩你看這隻 嘩我覺得真的超便宜 這間真的叫得過 才25元一款 即是一塊 大隻奶油蝦還是蟹 只是25元 那還要弄給你 還不錯 你為什麼這兩塊東西是因為一樣的 一個是媽媽一個花甲 適宜有公司禮的 應該是不一樣的 不過我和你都不認識 就像我那樣就行了 你又要反過來 我...我...我真的是在跟著隊 你跟錯我呢 你趁他吧 我又是跟寶貝 嘩 嘩 這隻生蝦都要放進去 好 生蝦吧 比較近一點 分定紅色 它的矮骨燒得很好 好好的 嘩 這個燒蝦是... 其實8元是值得的 9元 9元還是8元 因為你太小顆蝦 燒了一顆... 白豉 我知道 那個... 豆豉 即是你那些... 新年菜裡面那些 自煮齋 蠔子 對,蠔子 對 嗯... 香不香 它不香 但是呢 不過可能不放進去 它的味道沒有很... 就是那種 好啦,你試完那兩個... 蠔子 那隻蠔子 那隻蠔子 不過它又要運送過來 對,你不能習慣 也算是蠔子 這個呢,就是花甲 大隻 小小 這個就是蠔子 小一點 看到嗎? 看到嗎? 嗯... 這個就是一元 不好吃 我姐,你是不是拿去放進去 好吃也不是自己吃 有兩個尺寸 好嗎? 同樣嗎? 不同的價錢 就是呢 那我就吃花甲 但是大家都十元 搞錯OK了 我看它好像... 它乾不乾 有一點點滷 我看見它有點乾乾的 有一點點滷 有一點點滷 那我先試這個蠔子 先 其實我覺得它們的醬的調味 都很好吃 我覺得... 可能不是我吃的 我們吃開蘿蠔 因為我覺得它的醬 反而不夠用 可能要加一加它那個... 青BB 青BB 才行 你吃完我才可以開工 嘩 你看看 看看能不能夠高 你是說要高嗎? 我是說要高 不過它就說沒有 不夠高 高就沒什麼 而且不是太容易 那正常 那什麼正常 新鮮都算了 那你二十多元而已 但是它的膏呢 是金的 因為它是金的 你看看 不錯 我都喜歡吃這隻金香的膏 而且呢 它這種二十多元呢 其實是便宜的 因為平時我們上次去吃那個大蟹 二十多元沒那麼大隻 但是它的大蟹那個是辣 大蟹是辣 但是它沒那麼大隻 但是它的膏是香的 那我不如用它進去試一下那個大蟹 先 我留著大的給你吃 我吃一隻小的 你也小的 都可以試一下 很懵 那個殼你不吃的 要怎麼吃啊 你在這個盤裡面吃吧 我不是撕了頭先 對啊 撕了頭先 它不是 它撕了個殼 對啊 它只剩下肉 它有膏 你看 哇 全部都是膏 哇 難怪你放得這麼硬 你看 你看 哇 這間真是很熬 它跟我們上次吃的膏是不一樣的 有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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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它不會好像硬膠一樣 它反而有點氣沙 很好吃 哇 這個二十五元是超值的 可以再點 這間是什麼 東岸 東海岸燒魚 有醃味 那我們究竟吃了多少錢呢 全桌都是海鮮 第一百七十七元 不過如果下次再點 我就不會叫花甲 又叫娜娜 我就會二選一 總括來說 其實大部份的海鮮 我覺得也是OK的 最划算 我覺得肯定是那個 賴尿蝦 其餘的海鮮就算合格 始終別人運送到來 你不是即食 只差一點 我覺得很合理 而韭菜的話 其實真的有點洞 下次可以不需要再點了 好了 我們今天又吃到這裡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 有什麼外賣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不要忘記 CLS Comment Like Share 和訂閱我們